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麥卡洛 哇 這邊也想扣被擋了下來 前面這個快攻機會李家康選擇自己左手上來得分 得分方面很明顯的就比去年提升了很多 對 而且這球其實家康信心也很足夠 其實布丁要回頭來去找洋將 大逼沒有接到 來看一下前面林航員 五個打兩個直接給到先生 Washburn來一個雙手扣來 這就是在快攻的處理上面 Washburn頭一個三分 再給到空前的小白左手上來得分 來是密克茲的助攻 有在犯規催判的邊緣 那接下來要小心一點 來看一下前面還沒有回防的白耀城 這人是連拿四分 這球小白被大逼撞倒之後是沒有回到進攻半場 那你多打少沒有拿到分數 反而還是被對手打了轉換攻擊 阿吉的兩分 來 單邊的二打二 吳俊翔頂開了前個名 這個進攻籃板加一得分加二 登場比賽 這邊進攻的侵略性是比較強的喔 麥卡洛掉大腳 遠斗Walko的出手來得三分球 迪克斯 這邊第一位單打進來 球杯播出了界外 而且還是 夢想要去搶攻 可是目前打起來成功率並不高 對 尼克尼 拉桿的出手打板得分 重一些 再找到李家康 跨進來 這個拋頭最後還是打板進去 追翔的球沒有拿好 人數上的優勢夢想家 給到後面偷測進來了 Julian Boe來個雙手飛口 泰山壓頂啊 橫上的傳球 再回給柏朗 這邊是一個抬線的龍 外圍 Walko三分間外一大步的出手 這是他第一節個人的第二顆外線 大表跟小表大概十秒鐘的差距 周一翔 拉出來直接給一個三分球空心過往 對 這個 容準 陳玉瑞的成功抄截 會秀一個嗎 最後 接手動來 有點太客氣了 我都 周一翔 Handoff出來接球 往籃底下交 這邊管打又找到了Wachburn 對 對 進去的 特阻力不夠 Wachburn 打到球 直接到了進去 這球被擋了下來 阿奇 這邊也跟基爾貝克 連續做了兩個搭配 外圍千克尼的出手 這是一個三分球 對 對 底線完全空檔的是 麗家湯的三分球來了 我們前面有提到 進來 這個傳球路線已經被判斷到了 Wachburn 頂開對手的出手 壯心這兩分 中空的球 又是一次的轉換攻擊 中間 陳玉瑞的出手 今天玉瑞的手感不錯 哇 把他球 這裡再過底線 分球 米克斯 出手的難度相當高 但中兩分 還是爬了進去 這個機會再給到小白 剩下三秒鐘囉 這一個布蘭娜斯 路托斯 逐進了這兩分 哇 雖然 李俊翔 直接給到了Wachburn 空檔的機會 投進了這個分去 也是 在聯盟當中 排名 算是前二的打拆組 另外一組 就是阿吉跟吉爾貝克 對 來 底下密克斯 這邊 這邊 打手手 這一排就是 Wachburn 已經相當靠近籃框了 高牌的拋頭得分 這一節目前還只有各位數的得分 給到中間空切的老吳上籃得分 這球就是密克斯大意了 沒有給進去 剩下五秒鐘的時間 陳俊傑的三分球來了 算是即時 上半季的表現沒有那麼好 那中間 經過休息調整 然後整個體態的改善呢 這邊是Wachburn 直接拉下籃板 再拋兩分 甩給了錢肯尼 三分線外 完全是中場 今天他的三分外圍 第二顆囉 對 然後再拋出來 還有七秒鐘的進攻時間 還有七秒鐘的進攻時間 分給密克斯 這邊 三分球 來 底下 這個相當靠近籃框了 在電腦之後 插板得分 攻擊 這邊三分球來了 全場比賽第一顆外線 對 對 胡俊翔準備撥掉 阿吉的快風 再找到 蘇洛克 繞過籃框 左手上籃得分 阿吉 又是一個雙打的掩護 交給布依德 切入禁區的拋頭得分 要跟上 阿吉 加速之後找外圍 哇 這個布依德是連續的得分 哇 這個五分很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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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往來 就是 急急連線 哇 這個夢想家很長 阿吉 面對關達佑的壓迫 哇 這個車壓得夠低啊 哇 最後分給了錢根尼 哇 今天是KEMI的第三顆 三分球了 對 他被關達佑給拿走了 阿吉發生了失誤 再給到盧俊翔 這會是今天的第一個三分球吧 哇 有防守轉外層進攻 周育翔 鐵路在封 外圍 立正式的看法 今天 立正式的三分也很準啊 哇 周育翔 這波又掉球了 吳俊翔 風 桌下面 都在那邊 我打開 差半得分 快到了 美娜的精采好球 一定要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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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五 操守的擦板得分 手力要短了 太卡路 一擊到禁區 第一盤 最後還是吃掉了挖士本 馬達魯的出手 拿一個三球 馬達魯的出手 馬達魯的出手 小潔 有打到的打分出手 現在 王小潔 這邊另起到接向周社者深 柏ef 全球都出了 讚它 佛朗 thực 又給進去 coordin回周立翔再分 走到藍伯 是 Tanner那今天一直三分球 在夢想家這一邊 阿奇持球遇到簡達又有相當大的壓迫 這次的交球雖然是錯位 但是沒有給好 對 前面一排身體接觸 還好前坑也有扛住 導致他最後的重心沒有在看 這邊 火狼是直接臥倒嗎 直接出手 就需要有人跳出來了 盧俊翔 藍底蝦挨了大B的火鍋 這快光沒有好的機會 節奏給慢下來 待會 今天三分很準喔 第四卡 小潔 雙體對抗 這個小潔摔得滿重的 對 上禮拜還有一個緊後傳球 今天來一個背後傳球 麥卡洛自己來 單打了兩分 第三節的 沒有時間七秒鐘 胡俊曉在外圍拿到球 三分球 哇 俊曉的火力這個時候呼醒的話 這球是嚴峻的討厭喔 郭艾文 阿極 現在第一拍的防守 加一個三分球 雙方拿出了外線在互封喔 陳正傑 往外交麥卡洛 切中間 一手爆扣 空軍升空 加一個挖起本 加一個挖起本 這邊盧俊曉 再來給中心 拋投得分 哇 這個炸彈啊 拆得相當的重要 那一個 重心的晃動啊 完全的過掉間隔離了 哇 要打一球嗎 哇 拉桿的出手得分 這邊拉開空間 給挖起本來打 哇 這兩分 主場的框還是彈進去了 哇 這次 來找一個劉俊曉 又是一個背後的傳球 跟他壓起來 哇 卡板得分 這球傳的真的非常刁鑽啊 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空間了 而且又是一個傳球難度比較高的動作 麥卡洛這一球也擺進 麥卡洛 自己來打一個三分球 哇 這球加上去夢想 看上去 又是一個 墊強 轉身之後擺撥了很久 最後啊把這兩分給加了上去 哇 哇 耶 看一下夢想家的發球 陳正傑 外圍直接的拘捉 只有一個三分 這個之後啊 領航員最後啊 在主場守住他們的勝利 96比92 收下一個近期的七連勝 同時也咬上了夢想家 目前距離聯盟龍頭只剩下0.5場的差距 領航員當然今天 從第二節開始領先 到第三節被追回來 可是第四節的一些關鍵處理球 盧俊翔是跳了出來 那搭配很穩定的 Watch本 是很驚險的拿下這場比賽 但我覺得夢想家稍微可惜的地方 在於他們今天的一些 細微的數據上面 像是罰球命中率或是被對手抓 太多進攻籃板都導致了 最後的落敗 最後的比數啊 雙方就是四分的差距 其實在後段夢想家 還是有一點點機會的啊 甚至在第四節的前段 其實都把整個分數給咬上來 對 盧俊翔末節的十二分啊 外帶兩個助攻跟一個操節很重要喔 對 盧俊翔末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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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こ2017aa